由洪春成老師所指導 南老館社区大學草屯混合的學員 為了要享用社区大學社区會開的精神 這次特別在學生的習慣一般電人 將成功電出來 作品大部分是水肉和教材 第一次有三水花鳥人物 重點是相當的豐富 這次總共展出有90件的作品 這都是洪春成老師 他在我們南投社區大學草屯分校 這邊所指導出來的學員 這一次展出的作品 主要是以水墨跟教材為主 展出的題材包含的人物 山水還有花鳥 同時在表現的技法方面 也有工筆跟血液兩者並重 為作品就可以看出每一百都是用心的創作 而且將他們創作的快樂 透過為作跟大家分享 學員都可以參加社区大學所開辦的課程 除了可以認識很多新的朋友 感受創作的快樂 最後還可以將作品展出來 實在是政府生主感 這一次學員他們可以說是 使出了各自的渾身解數 把他們這段期間所研習的成果 這一次最精彩的展現 可以說是必提供的意義 所以這一次這個展覽可以說是精彩紛爭 歡迎對會話有興趣的民眾 踴躍地前往參觀 南大館政府文化球 歡迎喜愛的技術創作的民眾 可以來一段荒山技術館 欣賞社区大學 超頓分學校院的創作 感受他們創作的快樂 記者各位賣彩虹報道